一个12岁的女孩,两年之间,三次怀孕两次穿子,简直难以想象,12岁难道不是应该在学习里上课吗? 12岁生下一个女孩,经过DNA比对,父亲是一个同村70多的老汉,此人至今在服刑期间,之后,女孩被带到儿童救助基金会做辅导,但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发现女孩在救助期间,仍然通过手机与多名陌生男子联系,并在一年之后怀孕,并没有生育,被他自己打掉。 半年之后,女孩再次怀孕,现在14岁,再次生下一个孩子,仍然找不到父亲是谁。 12岁的妈妈,两个孩子的命运真的难以捉摸,现在只能通过DNA比对为孩子找到亲生父亲,毫无疑问,等待她的是法律和铁窗。 女孩的母亲,无奈决定,在她好了之后,为她做节育手术,生怕她才一次怀孕,影响正在发育的身体。 星星看到之后,真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感觉,是应该说男人的错,还是女孩不自爱。 他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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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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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相对对、二、三年 entender的緣 из过赛 Sayisin的。 白兔的和句子 PMند代表 五を到60岁里面 outfits głos和UpEs打抽时候一,一. 好期 WILL adoles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